如果你的能量身充满活力,健康就是自然的结果。 萨格鲁说,大部分瑜伽练习都是作用于能量身的。 因为如果你的能量身充满活力并适度平衡,身心的健康就会自然发生。 我们称之为物质身和精神身,或者说贯穿我们物质身的心理框架, 其实是我们所拥有的这类基础的能量身导致的一个结果。 这个能量身在瑜伽文化中,我们称之为pranamayakosha。 你在能量身中创造的力量、活力和平衡,会自然反映和显化在你的物质身和精神身上, 或者是你的生理和心理框架上。 这是超越心理分析和生理诊断的。 但如果一个人在他们的能量身中创造大量的活力和平衡, 健康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。